今天我會教大家清潔一個相機的CMOS 在家裡的小朋友必須要帶人陪同 或是一些有經驗的朋友去陪同之下 才可以做這個清潔 平時我們相機的CMOS 有時都會有塵 因為會換鏡頭 換鏡頭的時候有塵進去 怎樣清潔呢 最多朋友的選擇方法 就是拿去原廠放下幾百元 但其實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我現在教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一些相機公司 正在用的清潔方法 如果大家學懂的話 就不需要每次都要給幾百元 這些公司去清潔 自己都可以清潔 重點不是錢都是其次 重點就是因為我不需要等一個很長的時間 因為如果你的公司可能有空去清潔 有其他維修的時候 就會等很久 現在就變成你自己做 隨時都可以做 很快可以做 特別當你在外地的時候 如果你在外地去旅行拍照 如果它髒了的話 怎麼辦呢 拍照全部都有塵 原來做法很簡單 市面上都會買到的一些清潔劑 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有些賣相機用品的店 可能都會有的 有些專用的清潔劑 有些會是連上一支專用的清潔棒 或者可能要分開買 現在我手上這個也是要分開買的 大概港幣幾百元左右 一支三四百元左右 就是這個價錢 好 現在呢 做法很簡單 這支清潔棒 其實它的表面是有布包著的 我們只要把這些清潔劑體滴下去 就可以清潔 這個SIMOS可能都會有層 其實我要先吹一下表面的層 真的吹不到才會用清潔劑來做清潔 清潔劑體滴下去 這個吹層用的 大家可能都會見過 一臉它就會有些風出的 但是呢 不只是這麼簡單 對著它就吹了 有少許技巧 其實呢 我們大概呢 好 我們吹的時候大概是四十五度 斜斜地吹下去 吹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不同的角度 例如在這邊吹 這邊吹 左邊吹 這樣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吹 有些層可能黏住了的時候 在不同的角度吹走 還有呢 有一件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吹層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反轉 反轉在下面吹 為什麼呢 因為層都有重量 吹去的時候層就會向下跌 如果你向上的話 永遠都會有些層跌下去 所以吹的時候一定要 吹那個位置是向下的 無論你吹鏡頭也好 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 吹了表面的層了 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這個 清潔棒棒了 好了 我們將這個 清潔的液體 滴下去 滴濕去 其實只要濕了前面那一段 就已經可以了 很明顯看到了 不過可能是相機前面的朋友 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其實這些液體 它已經留在後面了 前後也會有的 很簡單 只需要 在SIMOS 在SIMOS上 由左至右 掃一下 因為這個棒比較小 有些尺寸 可能它會做到 跟SIMOS差不多大 那些就方便了 一下過就可以了 不然就像我現在這樣 要兩下 掃 第二下 好 留意了 我又是由左至右掃過來 然後把棒反轉 再由右掃到左邊 你看到我掃的時候 給一點點力 試試轉到角度看一看 放下去之後 給一點點力 有一點點力 那你就做了清潔的效果了 很簡單 一來一回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再看SIMOS 都是有這個 塵的情況的話 你可以重複 再做回以上的動作 那如果重複了幾次之後 都還是有的話 那我建議 你把相機拿回去原廠 去做一個檢查 因為可能 不是塵 影響到成像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